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87集 挤进去了 白小春呼吸一蹴 透着期待与紧张 感受着这一幕 仿佛这两股力量正在无形中相互对抗 而明显的 炼灵所形成的抹去之力 似乎在层次上要高出这残善的意志 只是这股力量似乎还有些弱效 而那残善的意志 尽管仿佛低了一个层次 可却很是磅礴 就好似一只小老虎 在面对一条成年的大狗 在这对抗下 炼灵形成的抹去之力 很快就似乎不是对手 在那意志的木然扩散下 就要被强行的驱除出去 白小春顿时急了 他狠狠一咬牙 从除物袋内拿出了一团二十一色火 这二十一色火 白小春如今只有两团 此刻来不及心痛 直接将手中的二十一色火 狠狠地按在了龟纹锅上 金色的光芒再次讨天爆发 轰鸣中好似地动山摇一样 那原本节节败退 就要被驱除出去的炼灵 形成的抹去之力 好似被涌入了生机一般 竟露出了一丝争鸣之感 向这残闪的意志再次的对抗而去 可明显的还是不行 怕是坚持不了多久 可二十一色火形成的炼灵之力 在这一刻也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 尽管无法过久坚持 可在这抵抗的过程中 其蕴含的抹去之力 已经生生的将这残闪的意志 抹去了近乎两成 甚至这两成的失去 让这山子内隔绝众人神石的威压 也都出现了松懈 白小春知道时间紧迫 一方面随时会有人归来 另一方面 二十一色火形成的炼灵之力 已开始显露腿势 他目中赤红 狠狠地一咬牙 该死他 我拼了 白小春低吼忠 借助此刻神石能勉强散开的机会 其神石向着大地扩散过去 这时 他在与这扇子的意志 进行一场无形的争夺 生生的去在那已经被抹去了意志 扁得空白的扇子上 去将自己的神念烙印下去 换了其他时候 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哪怕太古皇者到来 也都做不到这一点 除非是有竹崽亲临 而如今 这不可能的事情 在白小春的龟文锅列灵之下 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逆转 恐怕 就算那位创造了慈善 留下了传承的竹崽 也做梦都无法想到 他的这件宝物会在某一天 被人以这种生抢的方式夺取 就好似看到一个貌美的女修 不是上前搭扇 而是直接暗倒在地上 白小春低吼时 额头青筋鼓起 此刻神识之力疯狂地涌现过去 不断地侵占这扇子内空出来的区域 将自己的印记一次又一次地烙印在内 而那残扇的意志也在剧烈地挣扎 可有炼灵的抹去之力抵消 还是被白小春趁虚而入了 所以这一切很快就结束 炼灵的抹去之力 被那残扇的意志 似不惜代价一般 强行地驱除出去 可面对已经被白小春占据的 两城区域内的烙印 这残扇的意志竟好似无可奈何 最终表露出愤怒之意后 慢慢地消失了 随着消散 扇子恢复平静 好似一切都没发生过 白小春精疲力尽 全身都被汗水打湿 立刻将鬼纹锅收起 躺在那里气喘吁吁 实在是这一次的争夺 尽管不是与人斗法 可对白小春而言 无论是心神的消耗 还是神识的疲惫 都让他好似被掏空了身体一样 只是其心中的满足以及兴奋 此刻已经到了极点 尤其是感受着这残扇 那隐隐传递来的某种冥冥中的联系后 白小春甚至都有种做梦的感觉 哇居然真的成功了 这扇子我居然将神识烙印在那 广木老贼 这扇子是我的 我看你怎么抢走 白小春激动的想要大笑 哪怕此刻有人传送归来 白小春也都没去注意 全部心神都放在了这个感受中 只不过这个样子的白小春 在外人看去难免有些疯癫 圣皇朝与邪皇朝的修饰纷纷诧异 这莫非是在第七关被卡住太久 疯了不成吗 在这众人心底冷笑时 白小春深吸口气 此刻身体恢复了一些 他起身 排席坐下后 双目冒光 凭着之前的感应 他已有了名物 自己掌握的那两成区域 其实并非这扇子的主体 准确的说 他所掌握的是这残扇的两成控制权 从某种意义上 等同于走过了第二十关的样子 可实际上 就算是广木天尊走到了二十关 所获得的权限 也都与白小春这里无法比较 就仿佛一个真一个假 一个不可以被剥夺 一个则是可以被残闪意志 随时取走 相当于二十关吗 这也足够了 白小春精神抖擞 他觉得这种助力 就已经让自己领先了别人太多太多 起跑线就不一样的情况下 白小春琢磨着自己在之后的闯关中有很强的信息 能将这优势继续领先下去 直至成为这残扇的主人 他考虑唯一需要掩饰的就是不能让人看出端倪 广慕天尊 我白小春最恨作弊了 让你再作弊 白小春意气风发 凭着自己与这残闪之间明明的联系 他的脑海插大剑 就浮现出那一条条扇鼓内 每一个正在闯关的修饰的身影 不仅如此 他更是直接就能感受到 每一关内存在的奖励宝物 尤其是三十关后 白小春甚至都看到了几件 堪比自己被迈大剑的世界之宝 而在六十关后 他的眼睛猛的睁大 看到了里面赫然存在了太古之宝 而丹药更是数量极大 这一切让白小春的呼吸强烈无比 而在一百关后 他看到一团柔和的光 散出浩瀚之意 主宰气息强烈无比 那正是传承 白小春强忍激动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 当成这法宝的主人了 这些奖励品 在白小春看来都是自己的 哼 不仅仅后面那些是我的 前面关卡内奖励物品 也是我的 哼 白小春深吸口气 目光一扫 想要去看看广木天尊时 忽然注意到 在一条上谷中的第六关内 有一位邪皇朝的半身强者 正艰难的走在第八个台阶上 此人 白小春认识 正是之前帮着广木天尊 来挑衅自己的李东昊 他 此刻满头大汗 可目中却带着激动于振奋 在他的面前 只剩下最后一处台阶 这一关 他已经闯过了超过三十次以上 每一次都失败 可他的成长 也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下 突飞猛进 如今终于有了足够的信心 这一次可以成功的踏过这一关 对于这一关奖励的羽毛 李东昊也早就知晓 这羽毛已经被人认出 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先鹏之语 将其与法宝练在一起后 可让法宝出现速度上的加持 效果很是惊人 只要我走出这一步 我就成功了 李东昊兴奋中 慢慢抬起脚 正要向着第九处台阶落下 也正是在这一瞬 白小春的目光顺着与残善的明明联系 落在了李东昊身上 看到了此人的状态后 也想到了一旦李东昊成功 这一关的羽毛就没了 若是换了之前 白小春没什么感觉 可如今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了这扇子的主人 里面的宝物也都是他的 如此一来 李东昊的行为 在白小春心中 就成了去抢自己的法宝一样 他虽非吝啬 可看李东昊不顺眼 被这样的人去走 白小春短时就有些不满了 算这家伙走运 要是能将这一关的难度 给他增加几倍 让他在这里失败 那就好了 白小春叹了口气 有些遗憾 可他这个想法 几乎在浮显出来的刹那 忽然的 李东昊所在的第六关 出现了微不可查的扭曲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感谢您的收听